捕鱼侠 千玺很好玩的是 明明嘴上嫌弃到不行 说那里的娃娃一个比一个丑 但是手上的动作可是没有停下来 越丑越要买 千玺自己还说 要把店里丑的玩具都收集起来 好吧 大佬的心思真是难猜 就这样 胖虎被挨盘到明明白白 两只手全是千玺选的丑娃 粉丝看了第二话以后忍不住说 原来千玺喜欢丑的东西 那选我吧 我丑 千玺在片尾说 游乐场是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 可以偷回一点点的休闲时光 希望千玺以后能再多一点点 最让偷来的时光 永远快乐无忧